我们到路测单了 先来这个Marco市内菜市场吃点东西 这边是一家网红的海鲜店 它最出名的是这个生的鱼 提着尾巴直接往嘴里撒一条吃进去 还可以加着面包 然后里面放一些洋葱 或者直接吃 就荷兰人对荷兰人最喜欢吃的一个醒酒的 然后这边是卖各种荷兰的起司 你看这种超大的 这家还有卖mousseau 然后那边是糖果店 你看西纳菜 然后很多是肉烤的 这盘好大 你看我手还这么点 这一家新开的咖喱鱼排饭 这个店内装修还蛮可爱的 蠻蒙搭的 对啊这是一个新开那种韩式热狗肠 就是热狗肠外面包了面包 然后再去炸有不同的味道里面 还可以放cheese什么的 这个是荷兰最出名的焦糖华夫饼 就是巨钱的饼干中间 加了巨钱的焦糖华夫酱 哇这是一个巧克力的摊位 应该新开的 有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些pop up的小摊贩 然后这边是一个卖以鸭肉为主的料理 都是什么汉堡呀 然后什么薯条呀 什么的 哇好香哎 这个南站狗狗是以椰子为主题的甜点 有各种味道 right velvet 还有原味的 白巧克力的 还有纯椰子味道 这是我最爱的一个葡萄牙的店 里面那个蛋挞和这个炸鱼的一个小吃 特别好吃 这个炸小鱼儿 然后还有这个蛋挞 这个巨好吃 烫吗 嗯 你可以看到那个鱼肉的纤维 是不是 怎么样你觉得 一股雪鱼肉的味道 对对对 是雪鱼肉 然后加了一些调味料 然后油炸出来了 是谁不喜欢吃油炸食品的 油炸鞋底都好吃好吗 怎么可能不喜欢吃油炸的 蛋得炸的好 不要太油 玩一下蛋挞 它上面会有很浓的那个肉桂的味道 它是那种很传统的普世蛋挞味 你记得好清楚啊 对吧 因为我每次来这个室内市场都会买一个这个吃 肉桂味好重 太甜了对我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那个炸鱼的 从这个市场出来呢 这里是露特丹的图书馆 然后这是一个铅笔房 长得像一个铅笔头一样 然后再往前的那边是 Tube Houses 无理体方块屋 这里面真的有人住啊 我之前去一个朋友家 他就住在这里 里面的那个空间都是非常不规则的 然后空间利用率40%吧 从这边看上去可以看到一个六角形的天空哦 有没有 很生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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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吗 就好神奇啊 这个建筑 就是非常非常不规则 就没一块给它规则的 就是天生反骨 老娘就要不规则 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家具 没有一块放进去 这边还有一个Airbnb 也不像Hostel的一样 它把一些建筑买下来 然后改造成了一个清雲 但是所有这种不规则的空间 它都打破了 又变成了规则了 好 前方记者为您报道 现在来到的是 日体方块屋 一个经典打卡机位 可以看到远方的Erasmus大桥 还有这个路特丹的一个港口 另一个view的立体方块屋 从港口这边看过去 哇好多人呀 今天天气好好 城楼大哥的那个 我是谁里面的建筑 到了 就是那个滑坡 OK 大概有多少 就45度吧 45度吧 应该 那就从这上面 这里 一路这样滑了下来 而且没有任何安保措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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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苏州人的首次西北兰州牛肉面的体验 这个已经是二细了吗?对啊 它还这么粗的吗?但是这个就比较筋道啊 好好吃你看 怎么样?香吗?太伤了 太伤了太伤了 他没有吃过 尝一下嘛 好吃吗?够不会辣了?不辣 香吗?香 那和牛肉面比呢?牛肉面比香 你吃个面筋,那个面筋是最好吃的 这个吗?嗯 它吸了很多汤汁 还牛肉面好吃 两个无所事事的逛街游民 亚马路游民 对,现在终于要去吃日料了 我们订了一个亚马 已经到人家门口了 硬生生还等了一会儿才准备进去 因为太早进去好像不太礼貌 嗯 两个抓牌都没有,它只有一个小小的标准 好,不好意思 日本人吗?日本人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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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来了,今年换菜单了 跟我去年吃的有点不一样 跟二维码 我们一扫他会见上每道菜的一个高菜 第一道是叫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里面是cheese bowl 然后外面是potato chips 北海道是鲑鱼 东北 牛肉 牛肉对吗 然后上面是 长得像鱼子 那它是一种水果 嗯 这个是东京和大阪 这个是干的南瓜 就是寿司的一种鱼 然后外面包一层应该是那个萝卜 这个是 鲍鱼 金枪鱼 然后上面有蒜 然后最后那个是炸的鱼 南瓜有点甜甜的味道 这个味道就是被浓缩之后 嗯 好吃好吃 嗯 这个蒜太好吃了 哇 好香 好香 有手杂鱼糕 或者鱼饭 那种质感很Q 然后很有嚼意 就是这个调味也很好 都很鲜 就完全把那个 海鲜的那个味道 有保留 嗯 好吃 下一道菜 sustainable sea 然后这一块是 蓝鞋金枪鱼的大蓝 然后上面是 鱼子酱 它配的这个勺也很专业 这种贝壳勺 鱼子酱 然后这边都是 一系列的寿司 用的是蓝鞋金枪鱼的 各个不同的部位 还有使用的是 Z1的来的黄鲑鱼 我们这边是从黄鲑鱼身上 拆下来的肉 有这种 还羊肉一样 哇太肥了 汁汁冒油 海洋版的 烤和牛 下一道菜 是鱼子烧 然后里面有鰻鱼 然后这边是鰻鱼高汤 然后做了一个jelly 它整个形状也很鰻鱼 我去年吃过这道菜 还蛮好吃的 哇 它整个在嘴里爆开 哇 它整个在嘴里爆开 哇 它整个在嘴里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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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这个鰻鱼和鸡蛋 融合在一起 就是 都很软 然后又很鲜 然后 我吃穷 我除了鲜鱼 不知道用什么吃 还有什么好吃 入口即化 很熟悉的说一句入口即化 下一道菜三道都是以生蚝为主题的 这是grill的生蚝烤的 然后这个是生蚝 还有一些foam 然后这个是bipata 然后上面是生蚝的 嗯 一个酱汁 它说可以直接这样端起来 然后喝掉 就整个端喝掉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bipata 嗯 那怕怕的 嗯 没有生牛肉的那种 我以为的腥味 嗯 感觉鲜美 嗯 哇好肥美 哇这个好吃就是那种就是 鞠烤的那种 烹饪手法 哇这个烤的真的太好吃 它本身那个食材也特别鲜 然后特别大 哇 龙虾三兄弟 龙虾可丽饼 龙虾天福罗 还有个龙虾什么卷 哇炸的好粗脆啊 整个造型也很狂野 龙虾可乐饼 它里面就是像荷兰的那个corkat一样 是半固体半液体的 特别疼 这好鲜美啊 这是一整块龙虾肉 然后卷着紫苏叶 然后再油炸出的天福罗 怎么样 这个幼稚跟它紧实验 嗯我也觉得 感觉就是 你死之前一定是火的 就今天早上还在海里扑腾呢 然后下午就被端上桌了 这是主菜的食材 这是和牛是吗 然后用昆布来熟化 和牛还有鲤鸡肉 然后它的一个barbecue sauce 这边还有一个简单的沙拉 这个和牛煎得好好 就是那种半熟 半熟诱惑 然后这个油花也很肥 除了这个肉 还有一个明火煮的柴火饭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蘑菇 这个饭真的巨好吃 我去年来的时候 一个人恨的吃三碗 好饿 好饿 这个饭又很好吃 就软硬至终 然后很休闪 菜上是柚子果冻 还有薄荷 有一些些苹果丝 好香 而且它的这个餐具好漂亮 就有那种水波的感觉 一个个水的气泡 然后用的这个勺 也特别好看 你看底下这个托 好香啊 特别清新 是吧 是不是有那种耍腿的感觉 特别耍腿 我尝一下 哇 好顺滑感觉 哇 好香啊 牛奶奶 非常香啊 就感觉奶牛妈妈 然后现场给你挤了一杯牛奶 挤到你嘴里 从它的乳房到你的嘴唇 哇这也太浓 像那个浓缩 加浓缩吧 然后放在牛奶 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吃不出来 它放的那个海水味 就是很好吃 然后它虽然很浓 但是不会腻 很天然的味道 最后的甜点 这个小房子里装的是抹茶巧克力 这边呢是两种不同的饼 一个海底世界的感觉 这是蛋糕吗 紫菜吗 紫菜我热蛋糕 好神奇啊 红薯味 有棉花也 抹茶的品质怎么样 这不错 这没有特别苦的任务 这没有特别苦的任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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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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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